大家好 那我們又有新的活動啦 我們這次的活動呢 是隨機傳奇武將 來做一個抽籤 那這個時間呢 是從2月28號的 凌晨0點00分 一路一個禮拜的時間 到3月7號的12點 那其實呢 應該只有到3月7號 照上次的經驗 應該只有到3月7號的9點啦 那這個活動呢 其實跟之前 之前我們 在趙雲的那個活動 還有第一路跟決定的活動 其實都是類似的 一樣呢 就是你花一點點錢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中籤的機率 所以說你可以去申購5次 你可以去申購5次 那大概申購一次的話是花台幣33塊 那在晚上9點的時候呢 就會做一個開獎 就會做一個開獎 所以如果說是以這樣的機率來說 他這邊講說 中籤的機率的話 大概是 1.15倍 OK 大概是 1.15倍 那如果我們今天直接去做傳奇武將招募的話呢 機率呢 抽中那個 傳奇武將大概是1.50% 1.50% 所以 其實 感覺 好像是 我們直接去做招募會比較容易中 不過我相信啦 就是 就是現在這個新活動還要再看就是每個伺服器 實際會參與的玩家 所以應該是一定比1.15 來的高更多 那 廢話不多說 我們馬上 就來實測看看 究竟 台幣33塊 可不可以直接 中到一隻武將 那我們馬上來實測看看 GO 那我們現在呢 已經是隔天的晚上 8點59分了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他在讀秒 已經倒數要接近到20秒了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就是 好奇點開 他這個傳奇武將這個眼睛 你點開來 打開來是趙雲 所以不知道他是不是要送我們趙雲的意思 OK 剩下最後10秒 7 6 5 4 3 2 1 0 OK 馬上又有新的郵件啦 馬上又有新的郵件啦 那我們馬上就來 CHECK一下我們的郵件 箱 好 那我們先回到我們的主畫面 然後 這個時候呢 我們再進去 裡面究竟會中 還是不會中呢 啊 好 沒有中 沒有中 好 那 沒有關係 那 因為其實也只有台幣33塊嘛 那所以 以上的影片呢 就提供給大家參考看看囉 那我相信 應該機率其實是蠻大的啦 因為其實真的參與這個遊戲 這個活動的人呢 其實應該真的不會到 可能不會一定有每個伺服器都那麼的多 喔所以說你的伺服器的人如果說活躍的程度沒有那麼高的話 那你的中間機率應該就會更高 那就是比你去做武將招募來的更划算 那以上的影片就再給大家參考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那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那也可以按讚我的影片跟分享喔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掰掰